- 金融新的資料 因為我覺得之前的航運股也好 而今天是中澤邦稅科3899 我覺得業績上不會太差 公司做一系列的,主要業務做些什麼 譬如市場關注的輕能 它跟香港的巴士公司有合作 開始研發輕能等等,是有進展的 我覺得就長線來說,我們覺得就算跌下去又可以守 現在正在做預測性率,13-14倍PE 但是如果短線部署上面,我們會建議先看定點 看看8.3這些位置收不收到 未來這幾天都收到8.3這些位置 你可以試一下,以8.3做回 或者8.2這些位置做指示位 駁它站在8.3樓上去收集 但是如果站不穩,可能真的下到7.8這些水平才開始炒 因為始終都是比較弱勢 還有出業績,還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短線的波幅比較大 因為最重要的位置就是3月低位 我覺得今年你買股份都有講過很簡單 千萬不要看到有些股份穿3月的低位 連3月的低位都穿到股份 簡單一點這樣說,用圖表告訴你 一定不放好東西的,一定是有些景觀 問題是我們知道和不知道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短線方面,可以留意這些股份 其實整個第2位是弱勢 但問題是我們寧願追求一些穩陣弱勢的股份 最多都是做好風險管理 這樣去搏,比強勁去追求一些強勢股 中集安稅科主要來用幾個概念 主要力做很多不同行業的階段 即是那些不同的容器、冠、冠、天然氣、輕能等等 但唯一不好處是現在市貨不就炒輕能這些階段的因素 市貨很難突然講到衝憬3、4年後輕能大普及等等 所以它不會出現幾年前,年多前2021年的升勢很快 上到10元、11元的位置 暫時短線目標,剩9元左右 但我覺得你寧願去炒範圍炒這些股份 那個直撥率會相對比較好 好過你強勁追求強勢股 追求強勢股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你要懂得走 就像之前說給阿迪那些 算18元就走 但我怕大家應付不到 當然如果你處理不了 我覺得炒範圍炒一些比較弱勢 但其實基本面穩健的那些 我覺得會相對比較好 起碼未來就算跌下去也有得手 好,我怕我錯過了 你建議大家就是等到8.3元去收集 指洩位是7.8元 如果短線你要接駁 不是8.3元去收集 8.2元就走 因為市房現在說市都不穩陣 現在跌了三百多點 但如果你說你做不到太短線 我都明白的 大家有時候看得不太短線 就不要太心急這些位置買住 看多一個星期 看看是否收集到8.3元 反正市市 很多時候經常說 股票市場有一句很流行 即是說退潮才知道誰沒有著膚 現在市市開始回落 當市市回落的時候 你更容易去分哪些強勢股 哪些弱勢股 究竟是中澤邦稅科 是一個短暫性炮輸大市 還是長線炮輸大市 你可以不妨再給一個星期再看 穩定8.3元 8.2元這些位置 沒問題的 只是調整深一點 去到7.8元這些位置去搏 更加高值搏率 因為如果你其實任何水平去買到 真正要定一個指洩位 就是我們說3月的低位 7.1元 但是7元這些水平 問題是你如果8.4元這些位置買 7元才指洩 無緣會輸 16-17%左右 不值搏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如果做不到太短線的部署 可以放在視訊項目中 留意著 等它低一點的時候才去買 但是我想未來到市場上 我覺得以目前的市況來 我寧願炒這些股份 多於炒強勢股 即是第一站收集的就是8.3元 再跌到7.8元就加多住 上網就感到一紅衣 不是分住 你如果分住也可以 純粹風險小一點 即是不同的方法 如果你偏短線 你就是看8.2元這些位置 收不收到 收到的就是運費墜 一個位置就是8.2元止洩 9元 你自己找一個舒服位置買 你維持彈性部署就可以了 但你不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8.3元這些位置買了 跌到7.8元 問是怎樣算好 沒有的 因為預算了 一穿7.2元 就是回落下去 所以我們覺得比較理想 要不就等 等7.8元這些水平線博 你最多未來承擔一乘的風險 會比較舒服 但問題 怕大家又買不到 所以你要問問自己 有沒有能力去處理短線保存 短線呢 口說很容易 但實際操作上 大家又要上班 未必可以長期安排 所以就看自己的能力 你問我的中座安全博 我比較建議做些中長線保存為主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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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